带你来关心的是针对这一起胖达人面包添加人工香饥案 那么台北机检署全案侦查终结了 现在检方认定一人小S的公公许庆祥还有他的老公徐亚军 以及胖达人母公司基因国际董事长徐寻平夫妇 这四个人涉嫌内线交易被提起公诉 那么其中小S的老公徐亚军因为不肯认罪被检方求处重刑 最重的话有可能要求判刑十年 据艺人小S因为不知情全身而退 去年十月北检传唤艺人小S刀案 请他说明知不知道胖达人面包用的是人工香精 事后竟然查出案外案牵扯到内线交易 当时小S老公徐亚军公公徐庆祥 以及胖达人母公司基因国际董事长徐寻平及太太江立芬也被传唤 统统成了被告交保后传 经过半年北检调查告一段落 被告徐寻平江立芬许庆祥许小金等四人 因涉犯证件交易法之内线交易罪前提起公诉 四名被告在得知生计达人公司更换董事长前大量出托持股 徐寻平夫妇共同规避一千多万损失 徐庆祥父子规避将近两千万 由于其中三人在侦查中已经认罪 依法得以减轻其行 唯独徐亚军从头到尾不认罪 恐面临十年重刑 犯后否认犯刑 夹官因此请求法院予以从众量刑 曾多次公开帮胖达人面包站台 小S一直都是证人身份在本案中全身而退 过去胖达人面包宣称天然无香料宏吉一时 但却被检举使用人工相经涉嫌广告不实 北检在去年八月间分案朝诈欺罪侦办 还查出内线交易案 胖达人光环恐怕已经不在